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用我们的Node MCU 或者是第一mini的小芯片 制作一个简单的 全彩的小夜灯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 亮起 关闭 亮起 然后我们长按 可以调一下亮度 看 可以调一下亮度 我们让它变成蓝色 它会变成蓝色 然后黄色 红色 如果觉得太亮了呢 可以把它降低亮度 如果我们晚上呢 配合一个人体移动的传感器 来联动的话呢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小夜灯使用了 非常的实用 非常的好看的一个小夜灯 好,那我现在呢 就教大家如何来操作一下 我现在把灯打开 好,这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东西了 这个芯片就是上期节目 我们出镜的一个小芯片 很简单 第一mini 我们只是在 它上面接了四条度帮线 再加上一个 LED的全彩的小灯泡 就组成了我们这个小夜灯 我们首先呢 还是看一下接线 大家看我们这个芯片上面 有四个线 四条线 分别是R G B 然后再加上一个GND RGB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Red Green Blue 这是彩色 三原色 有了这三原色呢 我们就能组成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色彩 所以RGB灯呢 就代表三原色灯 它可以通过控制来实现 你想要的颜色 然后呢 我们把它接到我们这个板子上面的 第二 第三 第四上面 还有一个负级 那么一共四条线接到第二第三第四 还有一个G负级上面 就完成了接线 接线完成之后就是配置 配置呢 我们现在回到电脑这边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很简单 打开我的博客 把我博客上的内容粘贴进去 然后重新升级一下这个芯片 就搞定了 大家就拥有一个可以用苹果手机控制的一个全彩的LED的小夜灯了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连线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是配置这个这个小芯片了 我们第一次使用呢 我们第一次使用呢还是需要用我们的树莓派连接 USB USB线 然后用串口的形式 用串口的形式给这个第一mini刷 刷系统 刷成ESP后 那么 这条USB线呢 直接我们插到 插到这个小芯片的供电口就可以了 插上之后 他这有个灯会亮起来 然后我们回到电脑这边 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里边这篇文章呢 是自制LED多彩小夜灯 我们往下看 大概介绍了一下 接线的方法 接线的方法 RGB对应的是第二第三第四 然后G对应这个负极GND 下面呢 就是我们ESPHOME的配置文件 我们把这一堆代码呢 先复制到剪切板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Lite这边呢 就是添加一个灯 下面Output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定义 每某一个针角作为电源的输出 也就是说我们RGB这三个针角都是需要正极的供电的 负极只有一个就够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用这个Output把这个ESP8266的电源指向到第二第三第四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第二第三第四都变成正极 并且是可以调节这个电流的正极 这样呢 就能使我们的这个灯泡里的每一个颜色可以调节亮度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面 点击左侧的ESPHOME 这个第一mini呢 我在这个演示里面没有没有添加过 所以呢 我们要点这个大红色的加号 第一 第一第一步我们现在起个名字 我们给他叫第一mini 然后点下一步 选择 选择设备的时候呢 我们要选这个Waymos第一 按的Waymos第一mini 然后再点下一步 这个时候呢 输入我们家里的WiFi的名称和密码 再点下一步 再点下一步 然后点提交 右边有一个圈 是让我们选择如何更新这块板子 我们选择USB串口 因为它是新配置的 还不可以用网络OTA的形式来更新系统 所以呢第一次我们要用这个串口的形式 下面呢我们在第一mini这个节点上点击编辑 把我们刚才复制到剪辑板里的内容粘贴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 再点一下中间的这个上传这个按钮 Upload 下面呢就是稍微等待一下 ESPHOME呢 它会编译好固件 通过串口的形式 刷新我的这个第一mini这块芯片 等待的时候呢 我宣传一下我的频道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大家看现在正在刷写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的灯会闪 好了 现在芯片已经刷写完成了 大家看这个电脑这边窗口 已经有这个正常的日志输出了 我们就可以点右边的这个stop按钮 停止它 然后我们看这个online的位置呢 它就变成绿色的了 我们这个第一mini呢 就连上了你家里的wifi 并且呢 它是在线的状态 然后我们现在还不能控制这个灯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它集成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里面 那我们点左边的配置 选择集成 然后我们会在已发现的设备里发现有一个叫第一mini的设备 我们直接在右边点配置 然后我们点提交 它提示我们添加成功 我们选择完成 然后我们看下面已配置里边会做一个第一mini 然后这里边它下面会出现一个小灯泡的图标 我们点进去之后 可以把它的名字改一下 比如说我们叫它卧室小夜灯 卧室全彩夜灯 然后点一下更新 这个时候大家看卧室全彩夜灯已经变成中文名字了 然后我们回到首页 回到首页怎么把它这个灯的开关添加到首页呢 我们点击右边的三个小点 选配置UI 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的添加卡片 我们添加一个light 选择light这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是B选项 我们要选我们的卧室全彩夜灯 名字呢是可选项 剩下其实我们都不填就OK了 我们直接点击保存 然后点左上角的叉子退出 页面编辑模式 大家看页面上就多出了一个全彩夜灯的控制图标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用苹果手机的话 也会在苹果手机上看到 苹果家庭里面会多出一个灯 就是我视频刚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演示的那个样子 可以调颜色的一个灯 然后我们点击开 大家看 这个小夜灯就亮了 然后这个圈呢 就是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光照强度 我们把它比较调到20% 它就会很弱 然后转圈调到最高 再点一下中间 它就关掉了 然后我们点右边的这三个点 它就进入一个 调颜色的模式 我们把亮度调高一些 然后下面就出现一个 RGB的一个饼图 我们随便点某一个区域 我们这个小夜灯就会变成对应区域的颜色 三原色红绿蓝 我们都挨个点一下 然后看 大家看 它还可以变成黄色等等 怎么样大家 大家觉得这个小夜灯是不是很酷 而且呢造价非常低廉 你再按照我之前有一个视频 添加人体移动传感器 再加上我之前的光线传感器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夜灯 当光线低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有人体经过打开小夜灯 并且呢你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好了 这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